前两天那个普利格金 普京的曾经的亲信是吧 这个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首脑普利格金说了 说这个乌东地区啊 所谓的顿巴斯地区卢干斯克啊 这个顿捷茨克地区啊 之前普京为了发动战争抹黑乌克兰 发动了一波这个网络战信息战啊 这个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啊 说乌克兰军队屠杀这个自己的人民在乌克兰东部 这个最近普利格金说了没有这回事 这个完全是虚假的 乌克兰政府军和受到俄罗斯支持的乌东的伪军 或者叫乌东的分离主义武装之间有交火 乌克兰政府军没有向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平民百姓 这个发射炮弹进行武力攻击 他说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啊 这是普利格金说的啊 这可不是乌克兰说的 普京为了发动战争 他搞了信息战抹黑战 丢泥吧 丢大粪丢屎 对吧 抹黑乌克兰 造谣乌克兰 这都是俄罗斯联邦情报局呀 是吧 FSB呀 就Federation Federation 是吧 Security Bureau FSB 还有这个格鲁乌格鲁乌俄罗斯总参情报局就搞的这些活动 信息战 网络战 这个国家滋养的国家圈养的这些军人情报军官的黑客 是吧 后来这些信息呢 又到中文这 这个是吧 这个从俄文翻译成中文 谁在侧应普京啊 这答案是昭然若揭 某国 某国的战略支援部队 美国的某国的情报机构 对吧 有好几个局啊 某国的原来的总参三部好几个局啊 是吧 在这个世界上排名前五的一条江河的入海口的某国的最大城市 有一栋楼对吧 那栋楼经常出入一些军官 哎 是吧 穿着军装 他那就是搞信息战的 就是国家养的国家级别的黑客 对吧 某国不是跑出去一个富商吗 现在说这个富商倒是是吧 坑了很多人的钱 对吧 这个人姓郭 对吧 这个这个有一个某国的啊 国家安全部的纪委书记姓刘的叫刘延平 对吧 刘延平不是跟这个郭 郭某某 这个郭富商 郭大侠 是吧 郭老七 我还跟着绕来绕去的 是吧 跟这一位姓郭的啊 郭文贵 是吧 我直接说了就是郭文贵 不是说吗 你这边停 我让我们这边也停 网军 网军 是吧 有的人就是傻逼 就是纯傻逼 是吧 瞧你们家那草型 还跟着说什么 啊 这个乌冬啊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乌克兰政府屠杀自己老百姓 怎么可能 对吧 不可能 对吧 有个别的那种那种类似于纳粹组织 或者极端的民族主义 这种的有 有这种民兵组织 我相信有 一定程度上 那叫什么营来着 哎 现在都忘了哈 去年比较火 在马里乌布尔 不叫斯巴达营吧 亚素营 对对对 说他们可能有 对吧 但是受俄国支持的呢 那乌冬的那些民兵呢 那些算不算极端的俄罗斯的恐怖组织 法西斯组织 纳粹组织啊 新纳粹 那俄国 那俄国的光头党新纳粹 在大街上就打中国人 打亚洲面孔的人 殴打黑人 对吧 那这个贪污腐败 或者这种种族主义 俄罗斯比哪个国家不严重啊 对吧 他当然是非常严重的 那有人因此 进攻俄国吗 入侵俄国吗 是吧 你们家他们什么逻辑啊 还说什么DS深层政府 你们家给这政府找出来 对吧 装什么大根的呀 装什么大尾巴区呀 对吧 肚脐尔开口二逼 傻逼呵呵 一帮傻逼 还他妈自媒体 对吧 还他妈点评国际大事 你们家连自己的饭都快吃不上了 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对吧 毫无逻辑 也不顾事实 是吧 还有一些名人 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连的 是吧 一女的是吧 装什么孙子呀 有的人是支持川普 川普说普京是好人 什么右派 什么左派 什么深层政府 在我看来跟这一切都没关系 什么他妈深层政府 什么他妈川普跟普京是朋友 什么普京是替全人类在抵抗左派 别他妈胡说八道了 跟这事一点都不沾边啊 别他妈犯傻逼了